很高兴我们又回到AI人工智慧的课程 今天来跟大家继续分享的是 Speech Recognition 语音识别 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元 就是 Audio Data Classifier 音频数据分类 在今天的程式范例 我们将跟大家做一个歌曲跟音乐类型的一个分类 好 那就让我们今天开始吧 今天的课程的语音识别里面 我们将衔接前面的八个单元 从所谓的语音识别的介绍 一直到所谓的语音转文字的模型 还有到语音情感的识别 再利用所谓的深度学习的模型 那在今天的课程里面 我们将使用一个新的资料库 您可以到您我互动学习原地去把课程下载下来 然后如果您对Python程式语言不熟也没有关系 我已经帮您准备好了一些基本的用法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看这个课程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按照所谓Python程式语言的安装使用 还有一些基本指令跟Jupyter Notebook 还有所谓的Spider ID的编译器的介绍 安装跟使用等等 好 那在今天课程里面我们将使用所谓的JTZen的一个资料库 这个资料库是一个Music跟Speech的Collection OK您可以到这个网站里面去找 但不用太担心 在这个网站里面所谓的Data Set里面 GTZ的Generate Collection里面有一个 download这个整个TZ的一个Collection 很大1.2G 那另外一个就是GT Music跟Speech的Collection 只有297K 但是跟你讲了这个网站里面也不用太担心 我已经帮你附助了所谓的EchoErnest OK的Matrix.json跟所谓的FMA Rock and Hips.cv 最主要是这两个已经经过所谓的预处理 那我会附在今天的课程里面 你只要把它下载以后 把它解Zip 然后课程9 还有Audio File 还有所谓Data Set Data Set里面包含这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档案 一个是.json file还有.csv 那么在Audio里面有一个所谓Viroling小提琴的一个17秒钟 的一个还有一个output的web档案 这样的话基本上这个价格就是这样 好 不论是在AI人工智慧里面的深度学习机械学习 OK资料库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所谓的资料探勘 所以我们一开始来花点时间来介绍所谓Data Set GTZ Music Speech Collection就是刚才所给您介绍的 就是这个网站 好 那么这个网站也同时在Kaigle的竞赛里面 曾经出现过 很多人提供了很多的意见 所以这个东西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所以在今天的课程里面 Data Set里面有一个 ECH Ernest Matrix.Jason跟所谓的FMA Rock and He-Hops OK.CSV 那它最主要是来所谓提取音乐的功能 我们来记得在前面的课程里面 我们有一个音乐 我们如何把前面去判别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好 如果我们有一个资料库 那这个形态可能是抒琴的 也可能是所谓Rock 摇滚型的 也可能是KiKiKi所谓的嘻哈型的 蓝调型的 古典型的 好 如果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资料库 做完分类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训练我们的模型 那当我们训练好这个模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对于一个新的音乐来去做一个分类 就是这么单纯了 好 那我们将今天来利用这个资料库来训练我们的模型 然后来进行所谓的分 所谓的一个流派的一个分类 一般的分类就是一个种类的一个分类 所以在所谓的GTZ OK 这个Correction Data里面的分类 已经帮分类所谓的蓝调 古典 国家 Disco 嘻哈的 爵士的 金属的流行音乐 还有雷鼓跟Rock 每一个的种类大概包含100首歌曲 还有所谓的每一个数据集里面有一千首歌曲 头头里面来讲 那么它是用WAMP的一个档案来去储存 包含着所谓的16个bit的一个WAMP 好 那我们先来跟大家来介绍所谓的分期音频的音乐跟讯号 然后才有办法进行所谓的歌曲音乐的类型 相信大家在前面的课程里面 已经对所谓的音频的一个分析 都有一个所谓的一个认识与了解了 如果你忘记了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回到前面的课程再去复习一下就可以了 相信大家都使用过所谓的音乐平台 Spotify的或是KKBOX等等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平台 这边揭露了一段话 Spotify里面的两个一句话 音乐就像是一个所谓的Mirror 就是一个镜子 他告诉了人们很多的事情 不管你喜欢或是不喜欢 你在乎什么 他都会喜欢说一句话 Warn you You are Warn you strings 好 在流行的音乐媒体里面 大家可以个人化 收听自己所喜欢的音乐 那么多的音乐每天 在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 有西班牙语 日语 中语 英语等等 那么使用者就可以 尝试的试着去编辑 寻找自己 合乎自己 所喜欢的这些音乐 所以音乐的分类 就允许所谓的 personality 个人化的一个 recommendation 的一个推荐的 一个手段 一个方法 那我们如何 从您所喜欢听的音乐里面 然后帮你去推荐跟建议 你喜欢这些类型的音乐 假设我们 你喜欢听的是一个抒情音乐 在早上 或是在上班的时候 这时候 我们听了你几首音乐的时候 我们的所谓的演算法 程式 我们是不是可以帮你推荐 属于比较温柔的这些音乐呢 所以对于所谓的原始数据 原始的一个音乐 进行所谓各项指标的一个评分 特别来讲 你在所谓早上的时候 在上班的路程里面 你喜欢听的是一个清音乐 在假日的时候 你喜欢所谓的rock 重音乐等等 所以在Econest里面 就把所谓的音乐 分成很多的类型 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这个样子 它有蓝帖 有古典 那如果我们可以按照你所喜欢的音乐 你所听的这几个音乐 你先选择了几个音乐 我们来去做所谓 在前面的一个音频的分析 我们就很容易来帮你去做所谓的归类了 所以在今天的课程里面 我们将用Econest 将歌曲分类比较简单 我们不会分类的太多的一个程式办理 有所谓的hikhop 跟所谓的rock 然后我们利用所谓的前面所学习到的 所谓的音频的分析 然后学习完毕了以后 我们把声音变成所谓的数据 然后放到所谓的一个机械学习的一个模型里面 用所谓的机械学习的演算法 分析所谓的音频音乐的讯号 然后用所谓机械学习的一个模型 像是决策术还有所谓的逻辑回归 那么来将所谓的音乐片段 归类成所谓不同的一个流判 所谓的一个不同的类型了 等等好不好 那讲了那么多 我们接着看下去吧 好 我们接着来看图 说过是我们每天有很多音乐 这音乐有所谓的轻松的抒情的 那在不管在我们手机或在我们电脑里面 你可以看到都可以做一些所谓的分类的歌曲 早上 下午 晚上 高兴 你喜欢所谓的pop等等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听到前面的音乐 能够去做分析呢 还记得在前面的课程里面相信大家都做过什么MFCC 音频的处理 把声频透过所谓的音频的转换等等 这时候我们也可以透过所谓 还在记得前面的课程里面用嘴巴来去讲话 然后去分析这些音频 我相信在前面的课程大家都应该有所了解了 所以的音乐的流派 OK 就是music 的genery的一个classification的一个流程 也就是说 OK 我们把一个音乐来去做一个分析 这个分析以后 就会训练这个模型 它是属于metal的金属的呢 还是所谓的classifier呢 那我们从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的音频的分析 然后说这是一个一个所谓的古典分类 我们再来看所谓的分类的系统 我们有一个音乐进来 OK 我们不管用support or make the multiple machine 或是所谓的决策术 OK 我们可以把它分类于所谓的pop 或是所谓的classic 或是rock 或jazz 然后再从这两个再用所谓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 我们再做一个分类 而原来它是一个pop 这样不就是很容易可以做到所谓的这一段了吗 那我们如果在所谓的自动音乐分类系统里面 我们可以将歌曲自动的来分类 就是所谓的automatic machine classification system 就是把声音 就是把这些音乐能够做一些分类 包含所谓的不同 所以要做好所谓的音频的分类 最重要的就是在前面所提的音频的处理 当我们有一个音乐进来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都去把它听完 所以我们在前面花了很多时间跟大家来介绍 一步一步介绍如何用所谓的声音来去判别它 分类它 如果你能够分析它 就能够很容易的判别它来去做很多的应用 所以在一段时间里面的一个的频率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段的频率来去做一个比较 去做一个分析 就如这个章图所讲 所以所谓的音频诚实股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Librasus 还有所谓的音乐信息的检索MIR 就是Music Information Retreat 还有刚才在前面课程花了很多时间来跟他讲如何播放 在所谓的Jubilee Notebook里面的Print Audio 好 before这东西我们先来再去做一些的所谓的一个复习 所以在音频里面有一个Audio或是一个上 所以它有所谓的频率 还有所谓的频宽 还有所谓大家非常熟悉的分贝 这些参数的讯号 在典型的音频的讯号里面 我们可以讲说叫做一个政府 还有所谓的时间之间的一个函数之间的一个变数 的一个一个相互的关系 你看这张图我们这又出现了 好 所以声音的格式有很多 我们随便列出所谓的MP3 WMA 还有WAVE 那WMA是属于Windows的Media OK 是的 我们慢慢去控制它 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它跟使用它 那WAVE的音波形的音频文件格式等等 像今天的课程里面 我们就跟大家准备了所谓的小提琴呢 还有一些录制的一个档案 还有所谓的一个反录制的一个档案 就是录音 那么在今天的课程里面 我们先来准备这个资料库 非常重要在Econest 就是刚才所介绍的这个地方 好 在这里边有一个所谓的MusicSpeed Collection 但是这个资料已经被处理过了 就会用所谓的这两个档案 OK 来去做所谓的使用 好 那么首先 我们在今天的课程的程式办理 我们最主要是在Econest OK的资料库里面 然后把它分成所谓的HikHub 还是所谓的Rock 然后利用所谓的决策数的模型 的一个演算法 或是跟所谓的Logist Regression 来去做一个分类 好 讲了那么多 我们来看程式办理比较 让大家有感一点 首先我们导入相关的程式库 那最主要这边有一个 大概是7秒钟 一个Web的一个档案 我们要Loading 然后Loading完毕的话 就是22K 然后我们在这个程式办理里面 我们来做一下 如何能够导进所谓的41K OK这个东西 好 没关系 我们首先先把程式漏进来 如果你看到一个Warring 我们可以Warring Tutors Warring来解决 如果你对这个东西不熟 没关系 你可以到你我互动学习原地里面 有一个小章节 专门在讲这个东西 Filtering的这些事情 好 就是这个地方 020201 这个有一个Warring 这个的一个方法 好 当我们导进来 当然我们import这些相关的 韩式库了以后 我们可以利用所谓的Lib Process OK 把路径出来 就是在Audio File里面 有一个Varling的Web OK 我们从Lib Browser里面 漏进来 OK 这个Varling.web 我们就可以得到两个参数 一个就是时间 一个就是正符 这时候我们可以利用所谓的Time 来去看这两个的参数 一个是Numpy Array 一个是Integers 一个整数 好 我们可以从这边来看得出来 这是22.5K的一个所谓的 一个频率 好 然后这边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Biquancy 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先把它播放一下 好 当我们听到这个音乐了以后 OK 它是一个小提琴 所以我们就利用它里面的时间 还有里面的所谓的正符 这些频率 我们来去做一个分析 好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有两个参数 就先记下一个是22.050 还有一个396688 好 我们同时可不可以采用44.1K的频率 是可以的 同样的话 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SR 你在这个地方看到的地方是没有SR OK 它Import进来就是所谓的22.05 所以的话你也可以设定它 可以是41 就是所谓的CD的品质 但是通常我们讲话不会用得到 所以同样的话 我们把录进来以后 当然你可以看你的声音录制的情况 好 这时候我们也一样把这44K录进来 一样你可以看到是一个Nomper Rate 还有所谓的Integers 好 这时候你可以看 我们用它的Shape来看 来看这两个 一个是44.1K 就跟这个地方所看到了 44.1K 还有所谓你看 793376 因为它采用力增高了 所以这地方是变成多一倍了 多一倍的采用力 也就是说我们要提到更高的话 我们的Simpling OK Simpling单位时间里面的采用力就变高 好 我们来听一下 所谓的44.1K 就是所谓的CD的品质了 好 同样的 我们录进来以后 我们不想录进来 我们可不可以直接去Play 一个所谓的音乐 是可以的 你只要使用Play 所谓的Play Audio就可以了 那同样的 这边一个路径 我放了一个Output 1的一个Web OK 把它漏进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Play了 它只有三秒钟 我们听听看 一二三四 还记得 这就是我们前面课程里面所录制的这一段 一二三四 我们不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把这些的参数 把它来看 你可以去check一下 这特别是在所谓的音频分析 我们在前面跟大家来分享的 当然我们在Libraza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跟大家讲过很多 我们可以来做所谓的四句话 OK 然后看它的Web 然后看它利用所谓的Web Plot 我们来看它的波长 然后看到政府 我们来看一看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17秒钟的一个Vari 的一个的波形 一个图案在这个地方 好 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画出它的频谱仪 频谱仪怎么画呢 频谱仪只要用所谓的Libraza Display Special Show 跟所谓的你可以看 Libraza Display Web Plot 这两个的词定就可以画了 再加上Mate Prolips 就很容易的可以把这个的波形画出来 好 同时间我们也可不可以变成所谓的Db 我们大概对Db会比较理解 对所谓的政府不是了解 我们一样可以用所谓的Special Show里面 里面所谓的政府转 to db OK做一个绝对值 好就可以画出来你看我们的频率 从0到所谓的25,000 然后到所谓的Db的一个转换 用所谓的Libraza Display Special OK Xdb就在这个地方 所谓的Libraza转换图Db 我们就可以画出来了 好 对了在这个地方有所谓的Libraza Stftx就是所谓的复利液转换 在这一块 好 我们播放完声音的话 我们就可以保留声音 把它所谓的利用 用所谓的Output Right Wave 我们就可以写到所谓的Violing的10 8分钟这个时间 18秒钟这个时间 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它绘图出来 我们花了一些时间 又跟大家来介绍 所谓从一个音频读进来 然后透过所谓的音频的读取 讯号的分析 特征图的读取 然后画波长 然后画所谓的MFCC OK 所谓的频谱仪 然后到录制 到播放 然后到剪裁 就是所谓的Audio Pre-Processing is very important 好 当我们做完这些了以后 我们就来去做 我们今天的程式办理 用用所谓的决策术 或者说是SupportMegma Machine 来去做所谓的一个分类 好 好 我们来导入相关的程式库 今天所需要的 然后再准备非常重要的数据集 Echronous 回声槽 科举 因为它有很多个类型 我们只抓两个的 这个程式办理 一个就是Kickup 一个就是Rub OK 利用所谓的学习 机械学习演算法 如果您对这个地方有点忘记了 也没关系 我在这地方准备了 所谓机械学习的课程 大概有很多 您可以去复习复习 在这个地方 特别是在所谓的 Decision Tree 好 所谓的决策术演算法 还有所谓的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好 就是这个地方 课程11跟课程12 大家可以到里面复习复习 如果您有点忘记的话 没关系 那在这个课程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资料库 FMA的Rub跟Kick 的CSV 还有Econest 到底这两个是什么呢 没有关系 我们先来做资料探勘 首先我们用Pandas 您对Pandas不了解 也没有关系 你也可以到我帮您准备的课程里面 去复习一下就可以了 那完全没有看过的话 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到你我互动学习原地里面的Pandas 有三个章节 大概看这三个章节 你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好 那我们首先用Pandas 先把所谓的DataFrame里面的FmRub跟Hip点CSV OK 把region来叫做Tracks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形状 然后看前务笔资料 好 通常我们来做一下这个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 一千一万七千七百三十四 二十一个Corent 就是说它有二十一个 的一个所谓的Corent 在这个地方有所谓的IDTrack BitRate 还有所谓的注解None 时间 一直到后面所谓的Title Father's Day 还有没有Title 还有一大堆None的这些东西 还有License Standard 好 那么我们同时可以知道它是一个二十一个特征值的 然后有二十一个Corent的一个资料 有一万七千七百三十四 然后这是我们来读出来所谓的Track的Matrix 就是所谓的特征值它已经把我们处理完毕了 好 这里面有所谓的Dance Abbility Energy 就是Energy 所谓的乐器等等 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有一三一二九还有九个特征值 所以我们首先要把这两个所谓它有ID的号码这个地方没有ID的号码我们要把它干嘛 所谓的Merch在一起整合在一块 但是别忘了在这里面介绍 Json就是一个字典的一个模式的一个储存 好 好 我们要把这些特征值跟所谓的JerryTomb 他这是Rock呢 还是HitHub OK 还有所谓TrackID 很简单的就用这个怎么一个Merch 把这两个所谓的这两个的资料库去做一个整并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尺寸 好 完毕了以后你就会看出来 OK 它就是所谓4802 十个特征值 你还记不记得在这个地方是九个特征值 我们再加上所谓的JerryTomb 就是所谓的这个 在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它是Rock的形态了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形态 好 这本来它的资料库是很大 它只是特别在这个地方 我们做过这个资料主力 调告我们两个所要的东西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它的尺寸 等等 好 回来看一下它整合完毕了以后 4802 十个特征值 大概就是这样子 有所谓的ID的号码 还有它是个什么的一个流派 好 因为我们还有这个所谓的特征值 因为在前面我们都做过很多这些的事情 OK 没关系 那我们也可以用所谓的 那我们也可以用所谓的 这个是什么东西 OK 就是我们重新所整出来的一个 合并出来把刚才那两个的资料库 然后整合出来 4802 十个特征值 好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看它的 information里面有什么好有那么多的一个 coron里面的特征值 4802 好 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用所谓的 describe OK 这地方叫做information describe OK 来去看一下它相关的 这些相关的资讯 4802 好 4801 0到smile 好 所以相关的资料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好 所以它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 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coheavences 在所谓的pandas pandas里面很容易让我们去做所谓的coheavences 你记不记得在所谓的机械学习里面 我们如果有一个矩阵里面 我们可以用矩阵矩阵之间的元素里面 我们用所谓的coheavences 可以看它的相互的一个所谓的张力 我们这样的话 在前面的课程 我们做过很多 好 这是我们也可以用所谓的一个gradient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它的所谓的成对的一个关系 也就是说 在整个矩阵里面 元素与元素之间 OK的一个相对关系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 如果太远的话 会有overpitting的问题 因为资料太多了 但是没有相关的性 如果资料很大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所谓很少的特征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东西来看一看 那你会说怎么做 不要急 我们可以利用所谓的这个coheavency matrix 来看一下它的相互对应的关系 这时我们该怎么办 因为它又有负有偶症 我们一定要做所谓的归一化 我们要做所谓的 把多余的这些的特征 我们要把它drop掉 那我们就很简单的用所谓的PCA降维的方式 减少特征的数量 OK刚才还记不记得它有所谓的10个特征值 我们该怎么去做它呢 我们可以利用所谓的PCA最大方差 的一个旋转数据来去做 那它的均值是0 标准差是1 好 那么你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定义我们的特征 我们的future是什么 所谓的generate top 跟id的number 他1是什么 2是什么 3是什么 你还4802 我们就有所谓的编号 还有所谓的 它的一个流判的一个归类 好不好 这时候定义我们的label label就是所谓genetop OK 好 不是0就是1 这比较简单了 好 就是4802 这笔 lens OK genetop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前五笔的质量 这样就可以整合起来了 好 特征值 加上id 再加上label 这就基本的 我们可以看前五笔的资料 看前面的资料一大堆 没关系 4802 所以我们要用这4802来去做所谓的一个虚拟模型 这时候我们要把去做standard的一个scale OK 好 这时候我们就放在所谓的0跟1之间 然后去做总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 mfcc里面的组织变异太大了 你看有165的有0 我们应该做一些所谓的调整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所谓的skn里面 preprocessing里面来做 好 用standard的 他就把我们做完这些的一个所谓的矩阵之间的一个调整 好 我们再把刚才所看到特征值的地方来做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了 好 然后你也可以看前五笔的资料 我们整理完毕的资料是什么样 看这个地方 好 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个降维 因为有很多的讯息是不是需要 假设我们有21笔的资料 有10个特征值 我们可不可以利用所谓的一个meta prolyps来去看一下它 OK 所谓的decomposition 选择input就是pca降维好不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选择到底要降多少 我们甚至是不知道 因为我们看到资料很多 我们是应该用多少的比例来去做降维呢 然后投射呢 那这时候这边有一个这个地方的程式 我们应该用绘图的模式来 然后用scaling的模式来去看看 好 他有这样的一个pca的component 好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所谓的input nonpart 去算所谓的他的这些的一个一个相关的一个数据 好 然后做一个pca 达到所谓的training training的一个feature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的特征 他可还是无啥啥 看不大清楚到底在做这些 你早知道我们要做一个降维之前 到底要降多少维 不是嘴巴讲 是用实验数据所看得出来 好 这时候我们就做一个所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 好 用一个累积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图表来看 大概在所谓的9%的地方 我们来去做一个90%的地方 大概会是多少 你可以看90的地方 我们对称出来大概是五个五六个特征值这个地方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所谓的projection 投影下来 所谓的高维投到低维里面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所谓的低维的pca投影 就是low dimension的pca projection 将所谓的流派 歌曲流派 因为这牵扯到很多pca 您必须真的要回到所谓 你知道对这个地方不熟也没关系 您真的要回到所谓的AI人工智慧里面的基础 OK你要去看看所谓的pca啦 还有被试分类器降维等等 这时候我们如果做完了以后 我们也做完资料处理也做音频处理 好这时候我们可以用support vector machine 然后去做一个归类 然后所谓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做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分类出来了 对不对 好 这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数据做一个拆分 我们有4802的资料 我们就可以用trending跟tether split 可以用所谓的sqln里的model selection 然后把所谓的sqln里面的tree就是所谓的decision tree classifier 然后用所谓的这样的地方来做 好 labeling 然后跟pca projection 你还记不记得91%去做了 好 这时候我们做完决策书的训练 就是tree 然后pick进去 把所谓的training picture跟training label 丢进去 然后就训练它 好 但是它跟所谓的深度学习不一样 这边你不可以用所谓的model summarize来看 你要把它丢进去 以后就fit它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tree 这时候我们tree就可以做所谓的prediction 我们用所谓的text picture来去看 那我们来看前面的第100个的这个label是这个样子 好 这次我们来比较一下decision tree跟所谓的regression 那你因为说说regression跟decision tree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您真的不了解 您就回到所谓的你我互动学习原地 里面有几个小小的章节 您可以去那边复习一下 好 所谓的一个回归 现行回归 随机下降法 还有所谓的logistic regression 所谓的多元分类 好 因为我们这不是两元零跟一 好 好 那假设大家都看过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做所谓的regression的一个trending的model 好 这边就是所谓的就是把它所谓的logistic regression 但是别忘了要用escalant linear model 把logistic regression pull进来 然后做一个regression的一个model 然后把trending跟future丢进去 还有trending level 好 我们要训练模型 这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个一样的预测 这个地方是logistic regression prediction 在所谓的testing future 在这个地方呢 所谓做的就是有一个tree 所以所谓的decision tree的prediction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做完这两个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精度它大概在87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来做个比较好了 所以你可以看它predict 1021 好 predict logist也是1021 好 这时候我们看到出来是0到100 我们看不出来啊 这个预测的label在logistic regression 还有所谓的decision tree 这一个前面100个label 好 那我们用了一个图表来表示就比较简单了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别忘了 我们可以用我们所学习到的交叉验证法 这样在所谓较少的数据之下 我们就可以用每一个格的kport kport在所谓进入到验证交叉法之前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数据是所谓的decision tree average是0.86 然后logistic regression是0.88 好 大概进入平均到87 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用所谓的平衡数据吧 因为这个bios是不是很好 你可以看到什么叫bios bios就是模型不好 ok 所谓的overpeating就是数据太多 我们刚才用所谓的pca去做降维了 但是bios我们该怎么去调整呢 ok这时候我们用所谓的数据 用所谓的 ok 所谓的警队 所谓的一个rock的一个模型 所谓的key hop跟rock的这个trick来进行billet 好 这时候我们把generate top跟所谓的key hop ok来去做一个所谓的平衡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程式吧 好 如果数量是相同 ok 那么 数量 所谓的数量 所谓的数量 所以摇滚跟key hop的数量是相同 就平衡嘛 然后把这个数量把它导进去 放进去 这时候我们再把它用所谓的pandas里面把它merge ok 就整个变成是一个了 好 这时候我们再把它separate起来 就是把整个tang去测试测试的数据 ok变成是balance我们来看一下一样情况怎么样 就所谓的balance data 在这个地方所讲的就是我们抬取一样的数据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一样再去跑所谓的决策数 一样去跑所谓的logistic 然后我们再比较一下模型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出来 average decision tree是0.80 这边0.86 也没有说特别的好 这时候我们用所谓一样的数据值 然后做交叉验证法 你可以看我们一个数据值测出一个所谓的这样的模型 透过所谓的popline去做 那还有很多的方法去提升所谓的模型 这就是所谓的popline 所以你可以看所谓的用所谓的交叉验证法 ok 把所谓的这个数据拆边到一段一段一段去测 好 这地方一样 k4 10个 decision tree logistic 然后看出来的decision tree 0.75 0.82 没有说很大的进步 好 那在这个课程式课程里面 就让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利用这样的分类 会不会百分之百很准 因为音乐的音频 ok跟所谓的实际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大概所谓用所谓的资料来去做 包含所谓的CPE 包含所谓的data balance 来去做所谓一样的模型 一样的数据库 来做了这些的事情 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用哪一种的模型是最好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析的 也就是说大家在看所谓的音乐 所谓的平台里面 我们可以去做所谓的分类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程式码 然后用所谓的音频数据分析 然后将歌曲的音乐 或是歌曲来去做所谓的类型分析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所来分享 大家可以把课程下车下来 自己练习练习 这只不过是所谓的两个的一个分类 那如果有所谓的三个分类 五个分类 十个分类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这样就有感了 好不好 那么这也是非常夯的所谓的语音平台里面的一个分类 同时你也可以应用到所谓的除了语音以外 你也可以做所谓的视频的一个分类等等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个地方了 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啦